大家好,我是孟茴汤潮 前几天有个小伙伴问我 他的谷歌语音号码已经被提示 如果再不使用的话就要被回收了 这个小伙伴问我如何进行保号 其实这个保号一开始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 并且我就没做这个教程 其实谷歌语音保号是非常简单的 无非只有两点 一个是你经常的使用 再有一点,只要你达到谷歌语音所达到的这个要求 它就不会被回收 那么第一点,如果大家有国外的朋友 比如说美国的或者是加拿大的这些朋友 你们可以通过短信去聊天 这样的话,使用频率变高了之后 谷歌语音就不会回收你这个号码 那么我有自己的国外的朋友 因为我们之间有业务之间的往来 平时也是聊一些家常 所以我的谷歌语音到现在已经将近快三年了 并没有提示我回收或者是什么样 而且我的谷歌语音在国内有很多 就是说平台也是用我的号码去注册的 那么有些号码可能会问了 那我没有国外的朋友 也没有这个闲行去聊天 那我还想使用谷歌语音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现在除了谷歌语音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 就是美国的虚拟号码 这些美国的虚拟号码刚刚出来的时候 也是可以验证谷歌语音的 就是说在你注册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它 而且你可以使用它去绑定 在谷歌语音回收政策里面有一条 就是你的Google Rails号码 如果绑定了其他的手机号的话 那么谷歌是不会回收你的号码的 那怎么操作呢 其实非常简单 无论是在PC端或者是在你的手机端都可以操作 打开你的APP或者是PC端 点击设置按钮 在关联的号码位置处呢 点击新的关联号码 这个时候你需要找一个其他的APP 就是美国的虚拟号码 必定非得用实体卡 其他的虚拟号码有时候也是可以绑定谷歌语音的 那么只要它可以收到谷歌语音 发给它的验证码 那么就可以关联到这个账号上面 如果这个关联的号码成功的关联上了之后 那么谷歌语音就不会轻易的回收你的这个号码 为什么说用这个不会轻易的回收你这个号码 那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违反了谷歌的政策 去乱发一些短信的话 或者是打一些骚扰电话的话 那么谷歌还是会有权回收你这个号码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谷歌语音呢 没有关联新的号码 近期呢 可能是各位小伙伴在家待的时间都比较长 那么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订阅一下 我会在近期呢 分享更多的一些干货给大家 好吧 各位小伙伴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